不要再问为什么印尼人不吃饭呢 2022年4月3号开始 世界上有将近17亿个伊斯兰教徒 他们称之为穆斯林 现在正要开始进行围棋一个月的灾界活动 这一个月当中他们白天不能吃东西 连吃药喝水都不行哦 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 像是老洛妇孺还是女生月经来 他们就不用遵守灾界的规则 而且灾界月也禁止与他人发生争吵 甚至发动战争哦 在灾界这个宗教习俗呢 是要让我们自我反省 每年在体验这种饥饿的时候 才会重新认识我们人类是多么的脆弱 才会知足感恩培养出喜欢帮助穷人的个性 真的我认识很多印尼朋友 他们捐钱都一两千再捐点 真的超级厉害的 总之灾界的过程呢 就是他们会在天亮之前赶快起床吃早灾 早灾 这个早灾呢必须吃很饱 因为吃完之后要撑到夜晚才能继续吃哦 总之台湾的朋友只需要记住 灾界月的时候要天黑才能禁食哦 不是禁食是禁食 关注我带您认识印尼小长市 干爹